在彻底否认北京天交航空的股权收购方案之后 乌克兰最大的军工制造企业 马达西奇公司的前景再次陷入了迷茫 这家曾经是军工巨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吃饱饭 更现实的问题是 由于设计合同违约 马达西奇还将面临数十亿美金的违约金偿还压力 然而受技术过失和资金缺乏问题的双重困扰 马达西奇正在走向穷逐末路 7月4日 乌克兰迎来久违的利好消息 土耳其与马达西奇公司签署合同协议 安卡拉方面要从该公司采购TV3-117系列发动机 用装备器T-929重型直升机 根据所签协议 马达西奇公司应该在2022年开始向土耳其交付其发动机 目前土耳其只采购了14台发动机 安卡拉突如其来的订单 无疑会给马达西奇带来酒汉冯甘霖的感觉 但是来自安卡拉的书写订单只是暂时缓解困境 无法让马达西奇公司看到可以期待的远景 唯一令基辅有所期待的是 土耳其是北约国家 也是目前能为马达西奇公司找到的最理想的新婆家 土耳其是北约集团内部第二大军事大国 拥有较为迫切的军工四级战略需求 如果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建立长期的无缝合作关系 那么安卡拉所需要的弹道导弹 航空发动机 船舶动力等领域关键技术 都可以从马达西奇公司得到满足 所以乌克兰希望 安卡此次采购14台TV3-117发动机 只是双方军工战略合作的开端 与T929重型直升机项目相比 土耳其军方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是下一代战斗机的更新困境 因为安卡拉不顾美国强烈反对 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 导致土耳其空军 采购F-35战斗机的计划陷入死局 不服输的土耳其人 希望通过自主研发第五代战斗机 来化解这个难题 但是土耳其军工企业 只有组装和维修F-16战斗机的能力 如果与乌克兰合作 不但加快了国产五代战机的研发装备进度 同时还可以在陆装和海装领域 获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马达西齐公司的大型燃气轮机 可以为土耳其自主研发的 万吨级舰艇提供动力 不过美土关系的不确定性 同时可能威胁双方的合作前景 更重要的是 土耳其在装备领域中 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欧的依赖 俄罗斯航空网站的主编 潘吉利耶夫城 在新发动机供应大幅减少的背景下 T-929直升机订单的出现 可以确保马达西齐 在未来某段时间内保持销售额 潘吉利耶夫表示 在停止对额供应的背景下 马达西齐迫切需要一个 稳定的发动机销售市场 然而除了中国 没有其他国家 能够大批购买乌克兰发动机 很显然 潘吉利耶夫并不看好马达西齐 与安卡纳方面的合作前景 俄罗斯专家表示 虽然基辅愿不惜一切代价 融入西方阵营 但是马达西齐公司的军工技术和产品 无法在那里找到市场 从而无法获取 研制新技术新装备的资金支持 中国有雄货的资金 还是马达西齐最大的客户 只有中国有能力救活马达西齐 事实上 这一切的现实问题 乌克兰人并非看不明白 只是为了取悦美方 不惜背信弃义 单方面毁约 令乌克兰人 既伤心又无可耐可的事 在基辅单方面毁约后 美国也选起改口 称无意收购马达西齐公司 俄罗斯媒体评论称 美国和欧洲 都拥有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 对乌克兰军工技术 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马达西齐公司 彻底破产垮掉 以免未来会被俄罗斯重新中用 而且失去了 国产军工装备支持后 乌克兰军队 未来也只能从欧美采购武器装备 并对美欧军事装备 产生难以摆脱的战略依赖 最终成为北约附属 土耳其其实已经 向乌克兰推销了攻击无人器 马达西齐公司发动机款项 实现所谓的供应 应该说 按照乌克兰现在的经济状况 它是没办法经营下去的 那么多工人 以及设计人员的工资 就是来发放 你生产出的产品是来买 俄罗斯不仅不买它的产品了 中国现在也很难买它的产品 怎么办呢 他现在想把这个公司 出售给土耳其 那么土耳其对 马达西齐公司有兴趣吗 他有钱买吗 买这个公司能干什么 这恐怕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土耳其的航空工业 应该说底子比较薄 虽然它也生产过一些军用飞机 但是完全依靠它自己的能力 来研制先进战绩是有困难的 同时它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不具备自行开发 航空动力装置的这个能力 因此必须借助外力 如果它购买了马达西齐公司 那么很多现成的产品 它就可以获得了 马达西齐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 分为三大块 一小块是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主要用于轿链系 或者是用在比较大的无人机上 第二大块就是各种各样的涡轴发动机 它的主要用在直升机上 比如说米171或者米17 很多都是由马达西齐公司提供的 另外它还可以生产大海道比的 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无论是大型的涡扇发动机 还是发动机功率比较大的涡轴发动机 目前而言 土耳其可能不需要 因为它没有研制中大型直升机的计划 研制大型客机或者运输机的能力 它也不具备 它目前真正可能比较感兴趣的 还就是这些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那么这些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无论是一台还是两台 都可以作为中级教练机 或者是高级教练机的动力装置使用 土耳其有没有必要将自己开发教练机 恐怕是它有这样的需求 也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你即使研发出来 你能装备几家 成本核算以后 你觉得合不合适 单独研制一款国产的教练机 这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小型的波扇发动机 如果安装在固定翼的隐身无人机上 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无论是一台还是两台都可以 作为未来的隐身无人机的动力装置来使用 目前土耳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无人机产业的基础 因此它进一步发展 具有较强隐身能力的喷气式无人机 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要想把整个马达西奇公司都吃下 土耳其是否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即使是把整个公司买下来 它也不可能把马达西奇公司 从乌克兰全部搬到土耳其 它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维持 位于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的正常运转 那么这个钱对乌克兰来说是急需的 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了 双方在这个交易面最终是否能够达成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如果土耳其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 对中国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双方过去是有个合作的 但是一些动力装置的研发 我们其实是有备用方案的 比如说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我们国家也在开发 也在研制 当然你有现成的又比较便宜 我们直接买来用也可以 如果这条路堵死了行不通 那么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适合于教练机和无人机所使用的 这些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我们一定也能够搞出来 因为它的研发速度 总是要比目前国家正在开发的 高推动比的涡扇发动机 要相对容易一些 经过中国航空发动机人的努力 各种各样的成系列 成体系的发动机 或者是航空动力装置 一定能够搞出来 只不过时间可能要稍微推迟一点 因此 不管美国政府在后面是什么坏 倒什么乱 想要阻止中国航空工业 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是很难达成的 而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随着我们的技术进步 产品的增多 我们会不断的跃升 以满足我们军用和民用飞行器的需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前不久 信威集团和天交航空公司 还曾经因为乌克兰政府的阻挠 发起国际仲裁 以违法阻止正常收购企业为由 将乌克兰政府索赔达35亿美元 如果如今乌克兰政府 最近变成了国家级的老赖 乌克兰当局做出这个决定背后 究竟是受到了来自谁的压力 是可想而知的 美国不想让中国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 获得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 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来强行阻挠 对于美国人来说 可能没什么损失 但是这件事 对于乌克兰 尤其是对于马达西奇公司来说 影响将是长远的 我是岂 Holdren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